一代名家启公的山水画,大开眼界了,原人都知道启公是书法大师,其实他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,他从小受祖父的薛陶酷爱绘画最初败贾西民为师,学画贾老师不但画得一首典型的文人画,而且对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,时启公在绘画和鉴赏两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。 后来贾老师又主动拔起介绍,给著名的内行画画家吴敬平启公随吴老师学画,也不全又与老师的成路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,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,另为优长由善长山水竹时极富传统文人画的义趣上世纪三,四十年代,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展露头角,他也曾作画漫弦以贴补生活,以致不少家作流入社会。 而于五十年代达到艺术高峰,尼谷芳谷是启公先生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。 在启公存式的山水画中有许多这类作品,如《你圆圆笔翼》,《你圆圆小景》,《你黄鹤山桥笔翼》,《访石涛访蓝鹰》,《圆摆法固山水册》等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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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